今天我们品尝星巴克云南咖啡 A测的方式有很多种 有名测跟盲测 今天我们名测 一共有三组咖啡 第一组是一款来自云南普尔水洗处理 海拔一千两万米的咖啡 第二组是两款卡迪姆 分别是云南宝山水洗与苏门达腊尸袍处理 海拔平均在一千五百米左右 第三组是两款波旁与铁皮卡 分别是云南宝山与西爪哇迅他 这只是星巴克单产地云南 云南普尔咖啡香气上有点可可 草本水果 因为去过原产地 所以入口咖啡的时候能回忆 再处理这些咖啡的过程 轻轻咬一口果皮果肉都能感到甜甜的味道 明显的热带水果巧克力香料口感层次丰富 感兴趣朋友可以到星巴克点试一下 这两组是星巴克甄选店限量款卡迪姆 云南宝山与苏门达腊 云南宝山香气甜白梨清爽 薄荷口感很均衡 闷达腊闻起来有些许香料奶油松香口感浓厚一些 类似SOE可以用这两款咖啡制作的美式 拿铁和冲煮咖啡更推荐黑咖啡 各有千秋 同样是卡迪姆品种 可以感受云南卡迪姆种植处理的巨大进步 有了更多水果掉性的出现 这三组是星巴克甄选特别品种 云南宝山艳阳波旁以西爪哇逊他 云南艳阳波旁香气 白色花香 霓虹桃蜂蜜很细腻西爪哇 闻起来有些许油桃花 松树花蜜细腻螺旺子蜜饯的味道 类似SOE可以用这两款咖啡 这款念养处理的云南 甜感十足 风味层次感丰富 推荐到门店用冲煮咖啡的方式体验 今年星巴克云南咖啡 的确很惊艳 跟同样亚太优质产区的咖啡豆相比 毫不逊色 让我们一起为云南咖啡打抠 好